大家好 两个月前我在这报道了美国流感大爆发的情况 那么当时中国还是这个疫情刚刚爆发 那么我是全互联网上第一个报道美国流感爆发的 那么今天呀美国新冠也爆发了 那么咱们回首来再看看美国流感疫情的最新情况 到目前为止美国流感和新冠病毒一起流行的一个最新情况 那么今天呢28号29号3月29号 美国的新冠病毒的确认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了 美国的流感截止今天 美国CDC最新报告显示 2019年到2020年 截止到今天这个流感季节 美国现在已经有3400万人感染 55万人住院 死亡超2万人 超2万人死亡了 那好像我去年报道的时候还只是说六七千人 12月份的时候 我报道的时候是 不是12月份 是在两个月以前吧 1月份的时候 六七千人 那么现在已经超2万 那么美国流感的死亡人数 要远远高于 这个新冠肺炎 现在已经超2万人了 但好多媒体不报道 都都在报道这个新冠疫情 那么主要流行的还是 就是假性流感 假性流感 美国的流感呢 这个爆发 现在是和新冠肺炎 等于是在一起混合在中 混合在一起 那么就给美国的检测带来了一个 怎么说呢 非常大的难度啊 因为你要区别于流感和新冠 那么他俩的症状又非常相似 就是现在美国有大约是12万人确诊嘛 那么在筛选的时候啊 刚才讲了有3400万流感患者 美国流感患者啊 已经就是已经确诊了感染 那么在这个流感患者和啊 这个其他有流感症状的人群中 需要筛选出新冠 那么就是说 首先你有了症状 然后去美国的这个疾控中心 或者去医院 你去做检查 如果你不检查 现在有些美国的 在纽约的一些阿波主 告诉了我出门不戴口罩 不戴不戴吧 不戴你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不戴你就已经得了 就这个效率肯定得了 只是你不去查 你不去测 你不去测 你就没确诊 你就可以继续在家里 跟大家谈天说地 恩恩奈奈奈奈 是不是 恩恩奈奈两口子 你不去查啊 你就不确诊 这就是我话说过你 说美国现在你看着好像确诊12吧 实际都是从一些有流感症状啊 或者从一些有感冒症状的人 有了症状他去 美国没有真正进行全民筛选 没有 美国如果进行全民筛选 我告诉大家数字 至少至少要30万人 30万人感染 这还是最少 那美国现在感染数才12万 还有一段路要走的 没到高潮呢 所以已经告诉大家了 其实美国情况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而且美国呢 现在流感呢 死亡要比这个新冠还要严重 那么你们身在美国 你第一要防着新冠 第二防着流感 因为美国的流感啊 已经夺取两万人生命了 这可不是新冠啊 新冠是因为大家没有疫苗 流感有疫苗 但是还夺走了两万人的生命 而流感在美国已经确诊的 就是3400万人已经得了 那就是说美国大多数人 都有流感病毒了 那么你在出外的时候 你不戴口罩 你还趴趴走 还到处跟人显摆 我这儿去了那儿去了 你身体里要么就有流感病毒 要么就有新冠病毒 或者是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都携带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美国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可怕了 不检测 就不确诊嘛 所以说美国未来的 我告诉大家 美国未来的这个确诊人数 会突破30万 肯定要突破30万 这只是开始 如果按照像美国流感这样的发展 超过30万以上 那基本上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能达到 就看美国愿不愿意检测 有没有检测水平 检测这个能力 另外就是说很多 有流感症状的人和新冠 是不是能分开 因为新冠病毒呢 怎么说呢 它是一种新型的 如果和流感病毒混在一起 会给啊 会给医生的这个平时的治疗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治疗的空间 是不是 你是治得了流感病毒的病人呢 还是治得新冠的呢 那你需要两个 两套设备 两套人嘛 所以说 现在大家已经在美国 很少看到这个流感病毒的新闻啊 因为现在已经把流感和新冠 混在一起来治疗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得了流感 你去医院 你看流感 有可能啊 和新冠的病人在一起 那你得新冠的 概率又非常高了 所以我现在给美国华人也建议啊 自己备点药吧 没有什么 要命的事啊 就不要往医院去了 因为你去了话 很可能啊 就和新冠的病人放到一起治疗了 那你得病的几率啊 大大增加了 我听说还有人不戴口罩上街的啊 所以啊 我建议你不要去查 你要是想去查就查 不想查我也能理解 因为查完了百分之百都中了 美国那些高官呐 药员呐不都是中标了吗 一查一准 一查一准 更别说你个普通老百姓 你们去查 基本上百分之百 都不用说百分之百 所以啊 自己啊 心里有个 有个想法就行了 就是说 哎呀 骗骗自己 我没有中标啊 是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确诊嘛 因为我没去 我没去查 我没去检测 所以我就没中 行 你可以这么想 我们也理解 但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 就是你出门啊 尽量戴个口罩 不要再传人给别人 所以我建议在美国的华人啊 如果见到那些不戴口罩的 趴趴走的啊 远离一些 他们可能自己得了病 我不去查 我无所谓 但是你怕死啊 你怕得这些流感 要么流感 要么是新冠 这两样你都怕呀 那你就戴上口罩 为了你自己好 对那些不戴口罩的 还天天抄着 我们要自由的 你有不戴口罩的自由 别人呢 也有活下去的自由 也有免受瘟疫侵袭的自由 所以啊 我也警告你们 你们必须出门要戴口罩 为了你自己安全 也为了别人的安全 不戴口罩 现在来说 在社会上属于是一种 公共卫生的流氓 我就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流感也高发 新冠也高发 你说你不防新冠 你是不是也得防着流感 流感也死了 接近两万了 意大利新冠 新冠死了一万 美国流感就死了两万了一下 所以这些我说的啊 不是什么自不自由 是你自己已经得了 你不去一些人 你不知道 你呀骗自己 我没有得 你可以骗自己 可以骗到 骗到地老天荒 大家是吧 最后疫情都结束了 还在骗自己 你可以 或者你自己痊愈了 但是你是有传染性的 你不带着口罩 你到街上到处走 你把这个病毒 传染给所有身边的人了 我觉得不文明 不文明 为了你其他周围人的安全 出门也要戴口罩 另外美国这个流感呢 非常非常厉害 看这个意思 流行性也非常强啊 3000多万人了 新冠呢 我觉得啊 跟他比起来 还是小屋见大屋啊 后续 如果是美国的这个医生啊 病床啊 还是不够用 最后的结果就是 新冠和流感一起治 所以最后啊 可能流感病毒 死亡人数和新冠病毒 要混到一起了 要混了 大家 这可能是最后的结果 那个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 大家可以看啊 你是说新冠死亡人数和流感死亡人数 到底他们俩谁 是 谁是诱因呢 是新冠呢 还是流感呢 到时候大家会扯皮的啊 到时候也会形成一种 网上辩论吧 互相直接骂来骂去吧 但是我已经提前就已经说了 我今天就已经说了 嗯 流感啊 很多时候啊 也是新冠的携带者啊 流感病人 新冠呢 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得流感 那你自己想未来的结果 你自己可以慢慢想啊 但是美国医院只有一个啊 他不能把这个病房封开 那就是说互相交叉感染 那么美国死的流感人数里边 有没有新冠 你就得自己想了 你就得自己想了 就这个都是大家未来需要讨论的 我呢抛软引玉 我用今天这期节目先告诉告诉你 你啊 在美国那些华人 你也自己想一想 不要以为自己好像得了这个 哎呀 我得了这个流行性感冒 或者得了这个流感了 啊 幸亏不是新冠 你错了 你错了 可能你身体里已经有了新冠 只是你没去检查 你不去检查 你要去了检查 医院地方也不够 你在这 在医院里 反正交叉感染 是不是 你啊 要么传给别人 别人要么传给你 所以啊 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混乱的状态 就是 新冠和流感很难分清 都去一处看 那么最后啊 美国最初给的报告 很多时候 你那个信息 也需要自己打个问号 来看 行了 我今天啊 大概说了一下 我自己的想法啊 美国 肯定是要超过30万的 我告诉大家 现在12万吗 马上就奔30万 30万只是个入门啊 那么根据美国其他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爆发的这个人数 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升高 我告诉大家 还会继续升高 另外呢 我也希望多关注关注流感啊 美国流感 美国流感 美国流感其实啊 现在看死亡人数来看 要比啊 新冠来的更严重 但是很少有关注 我会一如既往的关注美国这个流感啊 嗯 还是一贯的吧 从以前到现在 未来 我还会一直关注 直到流感季节结束 五月份结束 在五月份结束之前 我还会做节目 然后一直一直关注的这个啊 一直关注的流感啊 大家也根据我频道 看一看美国的流感最新情况